香港!新樓很好賣!大家去搶! 你看到星期六、星期日成交增加了! 嘩嘩嘩!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但是劉定堅告訴你 5月仆街 喂! 喂! 你有沒有搞錯? 5月就仆街? 喂!剛剛3月才這個 切燒一大堆 切辣切辣切辣的樣子啊!你搞什麼呀? 切了你了? 喂! 為什麼會這樣?昨天你又說什麼回流回流去日本? 你這傢伙是吧? 你這傢伙是吧? 然後今天就說 香港漸漸了!5月就漸漸了! 你說這樣的烏鴉口 是不是亂說的? 來!我們先看看數字 看看 讓你先開心 一手市場在過去 兩日,週末週日 大家很開心啊! 為什麼有400宗成交? 嘩!很厲害啊! 16、17日 總共400 平均每日200 厲害啊!厲害啊! 比上個星期 333宗 咦!多了20%啊! 劉先生!你也說得要升勢啊! 升勢就來了!你看到了! 比如說黃新興集團這個九龍灣的太風 大家說了很多次 厲害啊! 賣了336火啊! 拍手掌啊!大家! 厲害啊!是不是呢? 厲害啊! 喂!大哥! 你看到 這個400火入面 他賣了336火啊! 首輪 是不是應該 應該佔了其他上個星期的那些啊? 我想是吧! 有什麼理由400火呢? 對呀! 我想他算上個星期的那些啊! 他賣出要336火啊! 應該這樣啊! 抱歉啊! 首輪銷售 銷售拿出來賣336火啊! 誰知道! 哈哈! 不能夠 1K清袋 只賣了大約76% 賣了255火啊! 這個就是現實了! 為什麼大家要害怕就是這樣啊! 另外大家之前都聽到 哇!好厲害啊! 入票好誇張啊! 那這些是假的啊! 為什麼? 很多代理都會做事啊! 做事啊! 是不是呢? 那些做代理的那些 懂得做的 用一些入票下去 捱起個勢嘛! 結果是什麼呢? 啊! 當日 之前已經說了 入票6000啊! 6000入票啊! 6000入票啊! 但是結果 賣了300多火而已 你想一下 以後你看到啊! 就是 入5-6000票 不要那麼開心啦! 什麼 入票啊! 高過你要賣的 多少十倍啊! 20倍啊! 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這個意見說 減價了啦! 大佬! 減價給你! 虧給你! 4000多元赤虧給你! 都賣不完! 死了嗎? 喏! 現在呢! 王新興呢就 真是 真是大劑了! 我跟你說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王新興呢 第一次賣這些 一手樓的 你 這麼快 已經 有貨未了 怎麼搞呢? 我跟你說 在外面還有一大堆啊! 還有一堆的啊! 即是已經告訴你 市場消化不了了 死了嗎? 這個很大劑啊! 你想一下 做完薪 賣了一兩輪 加了一個價 已經賣不去了 你想一下 336火 賣得了76% 255火 那就是 要反過來的啦! 又可能下線 回到第一個價 這樣就很糟糕啦! 買完第二輪就慘了! 剛剛升星路斯人在賣的 就麻煩啦! 肯定是 如果受不了了! 我想問一下你 後面怎麼去? 這件事真的嚴重了! 真是嚴重了! 好啦! 即是課美 課美是第二牌第二張單 這麼快就課美 死定了 而且課美不少 你想想336伙 賣了255伙 幾十個單位 24%課美 慘了 中秋企業 好了 而是現樓來的 放在這裏很久 等你 廢話一點 切辣 一切辣 立即扔出來 升海提案 成交持續 賣了13伙 很厲害 套現了1.5億的基礎 中國海外發展 又在啟德 維港1號優 週末週六 週末週日 中共賣了9伙 厲害 死不死 以前我們賣樓來說 幾百 幾百的元少 你怎麼搞的 現在 賣了9伙就拍手上 一房至三房間的間價 實用面積由338-765呎 現在你很小的那些 成交價696.1萬 至1886萬 這些多數 一號嘛 當然是大陸人買的 專財 高財 什麼財 去到5月 劉定堅說我跌 看他到時會不會變蠢 哈哈 立即20,000至24,000左右 好 接著 還要看看這個大盤 17康城 厲害 17康城很厲害 現在 慧德鋒說 要推出12A的Season Place 這是一個壓軸項目 商場上蓋 最後一個盤 扔出來 如果你想住 商場上面 真的不用鑽魚 就可以買到這個 食物 不用鑽魚 先看看我鑽魚 是不是可以 行的 可以不用鑽魚 裡面設計的OK 鑽下去 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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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單出來了 就是1.410,000之前說了 實際上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件事 這些東西 要記住 要小心點去看 即是你說1.410,000是底的 底的背後還有什麼事呢 同一區 上一次 的新樓盤 賣價 他比上一次 便宜了16% 為什麼呢 即是說 樓跌了 死不死呀 一樓一手樓 是跌來賣的 這樣才有機會去貨 這個是現實 明明 Season Play 12期將會分三段 A B C 現在先賣12A 而3個A B C加起來 總共1985伙 真是不是10年8年前 1985伙 有牌你牌 大家害怕 因為為什麼他要搶 你進來日出康城其餘的客戶和張錦奧 不是容易的 老實 他連這個泰豐也要搶 要折 你不要賣泰豐紙呀 等你我你出來啦 這樣啊 陰公 所以泰豐立即被他搶低了 這樣就只有那麼多客戶 這個就是個結局 你搶了他又沒有 他沒有 現在泰豐就搶了一批 他又搶了泰豐一批 禁於 兩個 看一看 Season's Play 看看他接下來會怎樣 我覺得 一般的 惠德鋒說是最後的 不要緊啦 賣淨借 慢慢鬧 慢慢搞 好啦 今天在這個焦點日出康城之後呢 就要看一下這個 恆基 他那個王國利好方 首語是不是叫獨語 60伙折實價 18888元 這個就貴一點的市區嘛 他認為是王國的大佬 提供42伙 一伙的一房的戶 另外18伙的兩房的戶 小小的單位 賣430多萬 10000至730多萬 截實價赤價 1700至21000多 平均是1888 嗯 倒是 麻煩 所以推出來想 只有 60伙 就是這樣 60伙 慘了 逐點逐點賣啦 現在就撕一點撕一點撕一點 撕一點撕一點的賣 唯一是這樣的 暢實 你不要說暢實 暢實 暢實有了 香港仔王竹坑 推出來了 南岸3B旗 Blue Coast 南岸 藍色的岸 部署下星期就上樓梳了 預計大家都是推出900 以上的三房 三房 為什麼 因為看中現在的專載 大子女下來啊 兩房哪夠啊 三房啊 來啦來啦來啦 所以 特別推出這些 比較好少少的單位來給專才買呀 喂喂喂喂喂 蠢材 蠢材 蠢材還是蠢材 真是 我想說一下跌字 很難說三月我想還沒有跌字 五月 我等五月 好了 由東立地產發展的赤柱 川道52-54 這些 大卡士 然後呢 現在是現樓 六座 這個獨立的 圓房 當然是 屋子 屋子 面積由 2496尺 到2787尺 7尺 就是2000多尺 每一戶都是連花園和天台的 這些真是好東西 但是 如果 不用錢就好 好了 停車位的連賣 住宅你的校市當然有停車位 玩什麼 拍街啊 拍家律師來師 在街上 早前就說用1.75億 已經賣了一棟的獨立樓 其餘的什麼呢 會不會賣得到呢 大家要猜猜猜猜 正所謂 你以為很多人來的 哎呀 你不是做一些好東西的豪宅 你是不是會有些勁人幫我買豪宅 那你就要小心點看看 究竟 這些豪宅 會不會 都會有相應的人去買 因為 其實 現在陸陸續續都有一些 輸了豪宅的人 扔出來 有些甚至乎有裝修 一會兒 有一體 你會知道 那些真真正正是最搶市場 因為 跌得很金啊 這些肯定跌得很金 好路徑地產 相關的合作 做這個香港仔王竹坑 叫南岸第一期進環 又賣了8個單位 單日吸金 8811萬 你記得這400個 之前說賣了400個 就是這幾百個 裡面 幾個幾個幾個 夾夾夾夾 華潤智提來保理 自業集團合作發展的 啟德區 雲景 賣了6個 真是大家搶啊 400個我也收拾了幾個 快點給我 2.1億 實用面積是1525方尺三房 賣了490多萬 赤價32,000多 真是誇張 8座32樓 然後有實用面積1187 這個也賣了440多萬 赤價37,000多 我猜是景色 好 帝國集團 如果我沒有記錯 大家可以指證 如果我不對 應該是新鴻基的大佬 郭冰霜 他以前離開了之後 自己教了 就跟這個香港小龍 等於找回 恆基 阿叔 你照照我 和我們這個帝國集團合作 一起去搞這個 屯門青山公路青山段 的地獄星圖 要招標出售一座 19樓 頂呀 特色壺 終於有人借了 實用面積是1376 呎 4房的間隔 1300呎4房 OK啦 連同537呎 天台 平台 530呎 平台 1155呎 天台 都大了 有千多呎天台 成交價2980萬 21657呎 屯門青山公路 OK的 但是貴一些 永義國際 旗下 九龍塘營文禮市道 我們經常去 那麼 新進落得 兩宗的成交 1720萬 和 3243萬 兩間 差那麼遠 但是都是27000多元 一呎 有些三房 也是四房 因為是600多呎 和1100呎 差不多雙倍 所以價錢 都是差不多雙倍 旗下的 維港 啟德 啟德港 1號 又賣了7家 然後呢 還吸金1億元 都是這樣啦 總之這些跑道的變 大佬 整個萬家都放在這裏 每個星期 你又賣2家 我又賣3家 可能加加10多20家 你死不死 你真是有時間 有時間玩 是啊 你想一下 20家 你撿到20家 30家 好嗎 一路去 每個星期 是這樣的 對不對 一年 你看看 賣不賣到 一二千家 現在有 一萬家 沒眼看 九龍建業 這個旗下的 將軍澳 海恩莊園 賣了5家 3000萬 很快 唉 喝杯水 聽到 很厲害啊 400家 加起來 好 那 那 過去 但是要看回一壽樓 先看看一壽樓 他就說 這個星期 就是切奶的第3個星期 就是400宗 比上個星期 三百三十三宗 哎呀好厲害 升了20% 他就認為 很厲害 但是他不敢說那麼大聲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週 賣了445宗 死了嗎 就是說 比起第一週 都跌了 這個就是嚴重問題 而因為為什麼 這個星期 賣多了 因為有太風 太風 把他推出來 用一個 超特價的方法 去推出他的樓盤 因為為什麼要超特價 因為他整個樓盤未賣過 第一次要刪出來 而他是第一個 做他自己在香港的樓盤 所以必須要 成功 因為賺了太久了 他的價錢 總共有貴100億 總共投資了 輸得很金 所以他寧願每一家 單位 第一批輸5千元一尺 而第二批 都4千多元一尺 但是 都賣不完 死不死 所以 他 注定的 他後面 不斷輸 輸到媽媽不認得 就是這樣 可能賣不去 那你就糟糕了 為什麼 下個星期又會到 中英澳那邊賣 不到你賣 日出康城又要搶 那你就糟糕了 所以現在是搶來搶去 搶來搶去 只有那麼多 就是只有那麼多 銷售 接下來你更害怕 為什麼 因為 一手樓 升了29% 其實比 第一星期已經跌了 跌了十幾個百分 然後 然後 然後二手樓原來在這個星期賣少了 你死不死 即是說這個星期 你看到 哇 升了很厲害 二手樓跌了 豈不是賣了二手樓的 那就是總體賣樓的人 一樣 增加 甚至可能少了 這就很嚴重 為什麼 他猛報到一手樓 他不報到二手樓 其實 可能整體就跌了 不說 你死了沒有 即是說樓市的 量 已經 沒有了 即是 切辣的刺激 基本上已經玩完了 所以為什麼 一手樓根本就不敢加價 要拼 不然就 就 大家 那些賣了很多 那些 只剩下一點 你也要買 那樣 不如買多幾家 你也在搶 就是這樣 很明顯 這個 絕對不是 小陽春 絕對不是 小陽春 會升 沒有呀 沒有呀 沒有洋有 沒有什麼春 什麼都沒有 這個就是 很嚴重的 切辣效應已經減退 甚至 慢慢消失 然後又會怎樣 所以我猜 5月就精彩了 好 然後你看到了 這個所謂的 有些人都敢說是小陽春的 現實上 什麼春都沒有 現在 開始慢慢進入一個很緩慢的狀態 因為 400單而已 星期六星期日 大哥 多了上個星期 幾十單啊 但是 比第一星期 跌了 然後 原來 你二手樓根本也不止 輸了二十 幾十單 對嗎 那你就趴街了 你算一下 A加B 新樓加舊樓 原來賣得更少 死不死 那你就玩完了 即是說 買樓人數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 始終都是有人賣樓的 要分析一下 哪些人賣樓 主力 你看到 都是蘇果瑜 為什麼呢 因為 原來 所謂七萬人 專財 高財 下來的話 帶了三萬個小孩 總共有十萬人 下來了香港 下來了香港 找人家居住 很多人 都說 買樓 租 有什麼辦法 甚至花花心 住 好 這種情況 如何呢 就是會 消化部分的新樓 老實 那麼這一群人 老實說 10萬人 應該賣了幾萬 假的 是不是 很合理呀 我當你三個人 一個家庭 是不是 10萬人 應該有30萬個單位賣出 結果 我想加加賣3000個也沒有 死不死 應該是真實來的 明白嗎 你說切辣 他就總去買了 我真的想要走 小心一點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嚴重的問題 就慢慢化開出來 因為為什麼 政府 和私人地產商都看著這條數 究竟下來的專財會不會買樓 因為他們有足夠的能力 怎麼搞呢 這個故事 這個指數就告訴你 不是像這樣 那麼瘋了 有很多人都很聰明 明知你倒閉 還給你買 傻傻的 然後 他在大陸才對 賣完的家庭 現在很痛 又或者 大陸的家庭也沒有賣完 死不死 所以 高財 優財 那些 他沒有買樓 他不是蠢 當然 先留一些靠買力 先看看 再看看 就是這樣 首先 解釋一下 那些人買 為什麼 因為根據統計 他們都能找到工作 他們很容易找工作 因為他們都是專財 資金 或者 IT人才 去除了處理 他比較容易 為甚麼那麼容易找工作 是因為 已經走了一大班 香港的人 過去的幾年 所以 是需要吸引那批人 好啦 你要記住 這些人呢 你不是說 不是隨便可以找到的 盡量配 盡量配 好 然後 來了 走到幾十萬人 好了 有幾萬人 慢慢就組織了 有些職位也沒有了 因為還要記住 還有一些 走到外國 好啦 你是外國人 不是外國人 不要說是外國人 是外國人 好啦 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填補了 你記住 走到那麼多人 才有空位 然後填補了國內的人 好啦 你再 不停擁有些人 你以為有沒有位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這些位 不是因為香港經濟一直向上 而增加 然後 你填補下來就可以 不是 是因為有批人在過去三年 即是二友文 或者回到哪裡 或者 不找香港來做這個 亞洲區的總部 諸如此類的事 而衍生出來的職位 好啦 這些職位沒有了 那又會怎樣 就會 撐不住這一班 不停你 想過來的人 所以不可以 每年都來七萬 每年都來七萬 不可以這樣啊 大哥 下一年 可能只有一萬幾千 一個新空缺 有些空缺給你 可以撐得到 因為 除非你打算 又走三十萬人 那就有 大哥給你了 香港人後面的 不走 你不走啊 你不走的話 留下一個位置 你自己要坐的嘛 你要賺錢 對嗎 那班的新的 大陸兵團 我告訴你 所以我為甚麼 不行 下來下來 他要看著這些人 如果這些人找不到工作 換萬地找工作 他就不會批的了 就不會批的了 沒有辦法 不會批的了 太糟糕了 所以這些補充的力量 不是永遠的 這個就是問題 你沒有永遠的話 那明年哪個買 我告訴你 現在你看到很多時候 六成都是國內人買的 你新樓沒有了這批人買 那怎麼辦 你說 resort 怎麼辦 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 我還是說回五月 五月就糟糕了 你信不信 好了 因為你記住啊 剛才我說了 因為是離開了香港的人 剩下的職位 慢慢讓教律人補充 你無論如何接受的啦 請不到那些人 他有什麼技術 你沒理由找過 中學畢業的人 去做 寫軟件的 不行啊 大哥呀 哪有這樣的天才 好了 到了這個盡頭 補充不了 那就不用再下來了 慢慢 那些樓怎麼賣 但是記住啊 後面的樓供應更加多 恭喜恭喜恭喜 好了 你要知道 其實這個方法是這樣的 你想 更多人 優才又好 專才下來香港 那麼你 一定有一個方法 就是叫經濟越來越好 那麼你越來越好 越來越多好的職位 這樣可以 頂到你一群 在大陸下來的 高薪厚職的人 那麼他高薪厚職的人才可以 大哥呀 你剛才說了 那些樓供應更多 那怎麼供呀 是不是呢 算了算了他有錢呀 但是你也要供的呀 現在供應找一份工的嘛 難道你香港做生意 這樣就浪費了 死硬了 好啦 於是 這一群人 就會慢慢發覺 沒有了 這些工 死了呀 沒有人請了 那你還怎麼可以在香港賣樓 這個就是嚴重的問題 現在 現在已經有一群人就是這樣 當然在等待 這份工不行 那麼 怎麼賣樓 這個就是現實 好啦 你看一下香港的金融業 比較差 你下來的都是做IT和金融的 IT有什麼東西 真是 香港有什麼IT呀 你叫什麼IT呀 好的系統 整個系統都不賣給你 不准嘛 你是中國的共產香港 共產香港就是這樣的啦 好啦 然後再說一下這個九龍堂 斯他佛道 有一間獨立屋 五千一百六十六平方尺 地 然後屋裏面 內部屋 三千八百零四尺 實用 獨立屋來的 有前後花園 還有附設有蓋的 有蓋的地庫 我真的聽不明白 什麼叫有蓋的地庫 很難 他就原本是叫兩億的 叫了一段時間 他就不叫了 叫1.5億 但是1.5億也不是那麼容易賣到 最後1.38億才能賣到 赤價是36,000元 好啦這個業主就在2020年買回來的 多少錢 1.9億 慘不慘聽到 問者心傷 聽者流淚 心酸還是心傷 是鬼蛋 好啦 那個買家原本就應該是國內人來的 他原本就想著翻身 有很多事情想法 資金亂斷裂 要放了 4年賬面 總共蝕了5200萬 當然啦你買了這麼大的房子 稅又貴啦 還有很多集行開支 那時候 還有辣 辣 辣到死了 總共輸了6000萬 6000萬 當然還沒計算 利息呢 不用付 還有裝修了 當然不少錢啦 幾百幾萬啦 對不對 整千萬啦 我都裝修過 我都裝修了幾百萬 對啊 那怎麼辦 你記得計算啦 這個湖宅 即是說 總共輸了近7000萬 嗯 很禁 成7000萬啊 賣回來的 1900 1900輸7000 你想想吧 三分之一都不止 死了 死得了 好啦 另外一個消息就是 很禁 聽到這些傷心 流淚啊 很感動啊 倫敦交易所 的統計 告訴你 香港2023年 的銀團貸款 按揭 銀團貸款的總額 按年跌了 20% 總共是 105點幾億 實際上 2022年 是1267點幾億 那麼 銀團貸款的 減少最主要是什麼呢 中數率是 減少了的 主要就是因為 這些地產公司 發展商 他的 抵押品 跌了價 於是 你就 不能借那麼多錢 這就是嚴重的問題 所以兩邊抓的 那你說是不是現在 突然間我批股 是不是這樣 你叫新世界批些股 你看一下 跌到兩貓不應 你又批不了股 就唯有借錢 一借錢的話 你就要看看你的抵押品 你抵押品不行 又借不到錢 我跟你說 這件事 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要賣東西呢 不是 要錢啊 大哥 不用cash flow 是不是 要flow 好難搞的 我們看看現在 現實的香港 第一 切辣的效應 基本上就一直一直消失了 你看到了 賣不起 對不對 現在已經是最好 最好的時間來的 人也知道 剛剛切了 迫著迫著 二月的時候 只有三百多間新樓 一手樓 賣了 一直硬著 人們 先撐住 一會兒才爆出來 是不是 所以 這三個星期 就已經是爆了 死不死 星期六 星期日 賣了三四百間 就說爆了 這樣子 真是 真是 然後切辣的效應就會消失 你看到了 在消失 我告訴你 越快消失 你知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越快消失 就會引起恐慌 對不對 喂 打算你這個切辣 當然 哇 好長遠 大家衝出來 買了 誰知道衝出來 原來只有三四個星期 糟糕 糟糕 真是 我還給他一個四月 還會賣到一下 但一定是不多 消化了四月 大家發現了一手樓 停頓 一手樓不能停滯 為什麼 因為我告訴你 上年只剩下23,000個 摘在倉的貨 今年又來20,000多個 四萬多個老闆 上年再來20,000多個 一定要賣得到的 慘了 賣不到就死了 所以你看一下 風聲血淚 喝淚 很慘 大陸來的移民專才優才 就不會好像單程證 你記得剛才我講過 沒有可能的 因為沒有那麼高薪的工作 撐著他 香港現在多了很多 洗碗就有 我跟你說 那些 IT行業 自己找工作就難了 所以補充了之後 就沒有了 沒有這批工作的 所以這一批高收益的人 撐不住 以後怎樣撐著 高樓監呢 大哥 不便宜的 每個月供幾批東西 玩一下 你猜一萬多元 你猜 沒有錢供樓 那怎麼賣樓 老闆 下來就想下來 所以 租金升 很棒 可能是這樣 好 經濟差 別的 經濟差 昨天都說了 大哥 周圍都有零售 看 Challenge 這張大餐廳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掛了 為什麼 因為香港經濟差 對呀 現在看看什麼多 兩頌飯多 還有茶几多 兩頌飯茶几 你說生意好嗎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啊 賺很多錢 所以你看到 香港的人 消費能力已經很低了 經濟已經很差了 然後也看不到有曹光 這個最嚴重的問題 另外 再加上 大家聽過很多次 北上消費 日北上消費 600萬人 一個 一個月 600萬人次一個月 你想想 香港沒有多少錢 沒有一大堆 奇景啊以後 死路四天啦 喝茶不用排隊呀 你死不死 大家排隊北上 北上也有柴陷啊 那我就跟你說 那我就跟你說 應該不是吧 不如你告訴我 我又不在香港 四、六、四天 還想排隊要排隊的 我想都 你不要告訴我 有一區不用 四、六、四天 也不用排隊 就走到撿了 好了 另外 記住 還沒跌完的 舖位 以及 辦公室 辦公室一直在下降 那個 行機啦 毛尼頭 弄一棟新東西出來 忘了名字 在中環那裏 嘩 現在租了四成左右 希望能夠 未來的目標 六成 目標啦 跟你鬥便宜就行 他又不肯便宜 很難再便宜 他本身成本都高 唉 真可憐 總之 我知道 現在的中環中心 就很便宜 跟你鬥便宜 你鬥便宜吧 又如何 搶你的租客 李行機可以典便宜 恭喜他 好了 辦公室 不行 現在你走到官堂那邊 都知道的啦 所謂美美的辦公室 好像說是馬榮成 買了一層的租給人 恭喜他 好了 還有 舖位 空置率 又是 不斷升 為什麼 昨天說過 喂 你開了那些 兩送飯 逼死人家的其他餐廳 不斷升 不斷升 超市 什麼都要收拾 我都說了 未來 吹冷風 你這件事 是無法爭辯的 你原本 說 COVID-19 完了 政府說好了 又開關了 什麼都說好了 結果 繼續 第二個浪 收拾 每個人都打算 開關之後 疫情沒了之後 會賺錢 很多人借了很多錢 對呀 大哥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要撐住 你不是借了政府 即是說 擔保 低息貸款 怎麼還 未來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搞不定 因為為什麼 最重要是經濟好 但是 你還沒看到 曉光的時候 我估計 五月 第一波 的浪會跌 但是 我認為 未必會是 好金 所以我只是認為 跌5% 你這個壞人 人家說全年升5-10% 你省一點 現在這樣的勢會升5% 白癡才會這樣說 好了 然後 小心點 為什麼 因為我經常說的 美國那個 商業樓的危機 他未爆過 但是已經越來越似 越來越似 因為他要重新再按揭 但是那些樓的物業 已經是 資不抵債的 即是他不可以的 他欠了債 要再將這些樓 去完租 按去別處 跟完租 頂回這些債 但是 你的樓已經減值了 你在那邊拿回來的錢 是頂不了這個債的 慘不慘 現在的現實就是這樣 日大對 美國的商業樓 所以不知如何解決 很簡單 我這幢的樓宇 是美國的樓宇 值10億 OK 按了你 然後可能 你 總之我按了10億給你 就這樣搶 10億給你 好了 然後三年期 OK 現在三年到期了 喂 我不按你 我不按你 很害怕 新月樓 我不按你 不按你 我拿了你 那不就要找一個 按揭 突然間 突然間說 我七折 7億 但我欠了10億 那3億 3億就是給了錢 有了 沒有 現在是 整個美國都是這樣 這幢大廈又是這樣 那幢大廈又是這麼聰明 因為他們每幾年就要換一次按揭 他們現在大家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怎麼解決 倒下 銀行會 爆炸 如果他們搞不定 死不死 這個是引爆 全世界 主要當然是商業樓 然後什麼 經濟都怕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到底怎麼可以救到他們呢 如果他們的樓價 商業在扭定 不好 就升回 當然 但是 你怎麼點著他 砰一聲 大哥 NVIDIA都搞不定 是不是 這麼多錢 怎麼解決到這個 美國商業樓宇引爆全鄉 全世界這樣的經濟的危機 所以我猜5月 我猜5月還沒有爆 但是當然 如果他在6月7月 真的爆 差不多 應該是下半年 應該不會那麼早吧 一爆了 全香港就變了 雙倍的衝擊力 第一大家看到 哎呀 原來沒有 這個薪水扣 就扣買力了 他就哎呀 跟著 美國那邊又倒了 哎呀 股票又倒了 全世界都倒了 大家收回一些錢 就是這樣 於是 我也是估計 5月 5月 會跌5% 很離譜的一個 就是 預測 因為 因為我有數據 因為我不看好 希望你看好了 你看好這件事 我就看好日本 所以我 我搬到日本 我計劃搬到日本 好了 希望你會喜歡這條片 希望你 看著我的 預測5月 會不會有問題 大家看著看著看著 看著你的荷包 按住它 等 等它跌 放心 跌到有一天 跌到過份的時候 我們伸手去投資 正 那就好了 那不是 為什麼要看 我這個YouTuber節目 希望你繼續 支持我 點擊 訂閱 訂閱 分享 點開小鈴鐺 謝謝 拜拜